据乌克兰真理报21日援引乌克兰空军消息称,在11月21日早上5时至7时,俄军首次使用RS-26边界洲际弹道导弹,对乌克兰进行轰炸,地涅波罗氏被击中,这枚导弹携带了常规弹头,而不是核弹头,目标为彼得·罗夫斯克的南方机械制造成,所以造成的人员伤亡较为轻微, 也就是说俄罗斯发射边界洲际弹道导弹目的,不是为了杀伤对方,而是注重于心理震慑,炸的是乌克兰,吓的是欧美,如果你们不怕战事升级,那就试试吧,从昨天下午开始,外界都在强调俄罗斯将洲际弹道导弹用于了实战,但到了今天上午,洲际导弹的说法就迅速消退了,因为俄罗斯官宣这是中程导弹,普京在电视讲话中表示, 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进行了联合打击,在打击中,俄军试验了新型中程导弹,代号为真术,这是对美西方行动的回应,普京强调导弹没有搭载核弹头, 泽连斯基则说,俄罗斯发射导弹的速度、飞行高度等指标,都符合洲际弹道导弹参数,那么这到底是洲际导弹还是中程导弹? 看美国是怎么说的,白宫发言人皮埃尔说,我们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上空,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, 最近几天我们已经通知乌克兰,和我们的亲密盟友做好准备,五角大楼发言人辛格称,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实验性中程弹道导弹,基于RS-26洲际弹道导弹模型, 俄罗斯在此次发射前不久,通过核风险降低渠道通知了美国, 这也解释了美英法等国要关闭住基辅大使馆,因为他们事先知道俄军要用大杀器, 但不知道要炸哪里,按理说美国没必要去帮着俄罗斯洗地, 把洲际导弹洗成中程导弹,炒作俄军使用了洲际导弹,那宣传效果不是更好吗? 2S-26边界导弹重三万六千公斤,射程在六千公里以上, 采用多弹头分导时载入技术,部署后分成六个弹头, 这玩意实际上就是洲际导弹,但为什么美国要配合俄罗斯说是中程导弹, 搞得泽连斯基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,他现在说有待专家鉴定, 其实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,而是一个政治问题, 美国中了自己射出的回旋标志是说起来有些搞笑, 俄罗斯2S-26导弹计划是在2018年公开的, 当时俄方明明白白地宣称,RS-26是洲际导弹, 俄军共进行了五次公开试射,两次射程为两千公里, 两次射程为六千公里,另有一次失败, 但美国认为两千公里值六千公里就是中程导弹, 这违反了中导条约,俄罗斯试图重新部署中程导弹, 欧洲也跟着美国骂俄罗斯违约, 而俄罗斯认为RS-26导弹具备洲际导弹的射程, 就是洲际导弹,并没有违反中导条约, 2019年8月2日,特朗普不知道哪根筋搭牢, 宣布正式退出中导条约, 民主党这边从2018年开始, 就警告特朗普不能退出中导条约, 看条约不爽是一回事, 退出条约是另一回事, 因为这对俄罗斯更有利, 普京什么反应, 新说还有这好事, 该条约是里根忽悠戈尔巴乔夫的杰作, 然而里根做梦也想不到, 单方面撕毁契约的却是美国, 特朗普给普京帮了一个大忙, 希拉里说这是送给俄罗斯的一份大礼, 2019年中导条约被废后, 俄罗斯就了放开手脚, 既然美国说RS-26不是洲际导弹, 而是中程导弹, 那就中程导弹吧, 昨天俄军射完RS-26后, 普京不久就出来宣布, 这是新型中程导弹, 美国总不能将自己一直否认的洲际导弹, 再说成是洲际导弹吧, 拜登在政治上无法自圆其说, 虽然是是特朗普干的, 但回旋标打在了拜登身上, 他不能推翻关于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的结论, 因此在政治上, RS-26就必须是中程导弹, 只不过这是基于洲际弹道导弹基础上的中程导弹, 这回旋标扎的美国很难受, 美俄玩连环套游戏, 玩得不亦乐乎, 苦的确是欧洲, 因为中导条约最大受益者就是欧洲, 现在俄军用中程导弹打乌克兰, 如果打欧洲呢, 有哪个国家能躲得过, 没有了中导条约的约束, 俄罗斯的反击手段更多了, 本来普京主动废约的可能性几乎没有, 因为要顾及俄欧关系, 现在俄罗斯用RS-26宣告, 我们可以用中程导弹打击欧洲任何一个国家, 欧洲各国的首都以及主要大城市, 随时都会受到俄军中程导弹的袭击, 欧洲怎么办, 只能允许美国生产的中程导弹, 以北约名义部署在本国领土上, 而且还得花钱采购, 跟俄罗斯进行核对质, 这就叫花钱找罪手, 没苦硬吃, 董王团队废除中导条约, 就有这方面的动机, 然而既然俄罗斯既然将中程导弹用于实战当中, 那么谁能保证他不会将中程导弹, 部署到古巴、委内瑞拉,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, 对美国人心理冲击有多大, 连股市都下跌了28%, 熊市持续6个月, 特朗普那年16岁, 他应当有记忆, 而欧洲网友今天正在网上, 忙着评估这玩意的恐怖程度, 打了两年多, 真家伙才开始露脸, 如果这是核弹头扔在欧洲, 会怎么样? 本来大毛卖天然气, 石油给欧洲, 欧洲用廉价能源提升制造业水平, 让大毛赚点能源钱, 中导条约继续存在, 美俄互掐, 欧洲调停, 两头受益, 这不挺好的, 但如今欧洲外交是由蹦床运动员这些人主导的, 一个劲地配合美国在乌克兰拱火, 他以为他的价值观能挡住RS-26导弹, 欧洲政客的无脑行为, 令欧洲一步步陷入了核战争危机, 如果欧洲想再去限制俄罗斯的中程导弹, 那就得再找到一个戈尔巴乔夫, 否则欧洲就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代价跟俄罗斯交换, 卖拐那一套不灵了, 以前也有人大声呼吁中国加入中导条约, 比如博尔顿, 因为中国在条约生效的这三十多年里, 中程导弹一直在发展, 他说中国在研发中导条约不允许拥有的导弹, 获得了优势, 真是人在家中作, 锅从天上来, 中国跟欧洲不同, 中国的安全绝不是靠中导条约来维护的, 也没有兴趣加入美国提出所谓的条约多边化, 中国军事政策一直是防御性的, 除非有人要威胁中国安全, 中导条约被废, 中国没什么好怕的, 同样中国周边国家也不必害怕中国的中程导弹, 今天核战争阴云出现, 根源不在于中导条约存废, 而是在于美国的军事霸权主义和好战政策, 如果哪个不怕死的亚洲国家, 想配合美国将中程导弹引进到中国周边, 那么中国也会亮剑, 中国的中程导弹比美俄的更快速, 更大碗, 潘多拉磨合, 昨天已经打开, 局势再度升级, 接下来大国都要摆试试, 讲道理了, 小国就不同了, 向上蹿下跳的泽连斯基, 连自己挨了什么导弹的炸, 都不能由自己定义, 但愿那些餐桌上的菜, 能被这枚中程导弹炸醒。